2024年首部深海恐怖电影 深海恐受惊悚来袭 胆子小的朋友一定要叫上小伙伴一同观看 因为这部电影的恐怖元素已经彻底拉门 不仅有深海一万米的压抑和窒息 还有不可名状的克苏鲁怪物 故事发生在南大西洋的某处海域 一家名为皮克曼公司的科考队在进行深海探探时 意外利用遥控探测器在深海一万一千米处的海底 发现了一个疑似智慧生命留下的遗迹 奇特的造型看起来似乎是一扇石门 门的后面到底有什么 它的建造者究竟是天外来客还是深海未知的文明 有太多谜团需要他们去解开 于是皮克曼公司准备组建一支探险队前去一探究竟 而作为此次项目的负责人朱利 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身为天体生物学家的吉姆 因为吉姆的父亲同样效力于皮克曼公司 也是一名出色的天体生物学家 但却因为一次任务发生意外不幸去世 也正因为如此 吉姆对该公司非常反感 也不打算接受他们的邀请 可直到看见他们从深海拍回来的视频 好奇的吉姆立马就改变了想法 毕竟作为一名天体生物学家 他也想知道门后面到底有什么 这支探险队除了有吉姆以外 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 他们分别是海洋生物学家哈里斯 安全员兼通讯官约瑟夫 潜水器驾驶员秃头 以及机器工程师汉克 为了能顺利地潜入深海 皮克曼公司还特意拆巨资 花费两个半月的时间专门打造了一个深浅器 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深浅设备 使用最新最坚固的合成材料打造而成 可以扛住深海一万一千米的巨大水压 安全地将它们送到目的地 尽管汉克一再强调深浅器的安全性 并且已经经过了多次试行 但哈里斯还是感到担忧 毕竟那是人类从未到达过的深度 就在这时公司的创始人老皮突然说道 他这一生都在探索未知和不可理解的事物 而这个古迹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 很可能会颠覆整个人类现有的认知 如果这个遗迹确实是智慧生物建造而成 那么就说明海洋里真的存在另一个未知的世界 里面的东西也一定值得去冒险 或许能够揭开海洋的秘密 而作为这个秘密的发现者 他们都将被世人铭记 同时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 老皮也将亲自跟随探险队一同潜入深海 这格局一下就升华了 众人听后觉得有道理 于是纷纷同意了下来 经过两个半月的培训之后 探险队来到了位于南极州的探险基地 随后通过一艘小船 他们顺利登上了深潜汽 这艘深潜汽只有20个小时的氧气供应 而光到达海底就需要一个小时 所以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刚进入深潜汽就立马朝深海驶去 不得不说秃头驾驶深潜汽的样子 简直跟我开车的时候一样帅 如果你也想买车 那你买车前一定要先下个董车地 查好底价再去买车 我买车的时候拿着底价去买的 直接便宜了几万 现在登陆董车地 输入城市跟车型 立马就能查询到当地真实的成交底价 而且在董车地 你还能看到不同车主的用车心得 汽车文化研究 买车选车玩车都特别实用 想买车的兄弟快点左下脚下载吧 很快深潜汽就到达了深海11000米的海底 同时也打破了人类潜水最深的世界纪录 当画面打开的那一刻 那个神秘的遗迹赫然出现在眼前 如果不是近距离观看 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玩意竟然如此之大 中间的圆形入口几乎可以容下一栋别墅 来不及感叹 探险队果断深入内部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该发生了 深潜汽突然收到某种干扰摇晃不止 接着一个不明生物从眼前一闪过 等到深潜汽稳定下来 他们却发现推进器发生故障 所有设备都失灵了 同时也与基地的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系 因为没有了动力 深潜汽还在不断下沉 这样下去很可能会支撑不住 可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 电源突然再次启动 当他们再次与控制中心取得联系时 却被告知已经失联了整整三个小时 众人顿时就懵逼了 他们明明才刚进入这里不久 怎么可能过去了三个小时 但当汉客查看生命维持系统后 却惊讶地发现确实已经运行了四个小时 难不成遇见了鬼打墙 就在大家不明所以时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巨型的上古遗迹 它由无数块巨石形成 每一块石头几乎跟山一样大 但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有智慧生命 这时秃头突然发现下方的海床里有东西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种巨型生物的遗骸 没想到这里真的存在生命体 老皮迫不及待地命令吉姆赶紧去提取样本 他要带回去仔细研究 胸有成竹的样子似乎早有预料 很快吉姆就驾驶着小型潜水器出发 随着潜水器逐渐接近 巨型生物的样子也慢慢显现 它的庞大简直超乎想象 光眼睛就有潜水器那么大 吉姆瞬间感到绝望无比 就在他开始采集样本时 巨型生物突然动了一下 众人都没有想到 这玩意竟然还活着 看到这一幕的哈里斯担心出事 于是想要叫吉姆立刻返回 可约瑟夫却阻止他这么做 毕竟距离成功就只差最后一步 他们不能无功而返 终于在怪物彻底苏醒之前 吉姆成功拿到了样本 但返回时潜水器却像刚刚一样发生了故障 在失去动力的同时 与生前气彻底失去了联系 看来又是怪物发出的某种电磁干扰 而此时他已经完全苏醒 哈里斯健壮想要去救人 可秃头却害怕受到波及拒绝前往 不料这时约瑟夫突然抢过控制权 因为他必须按照老皮的交代拿回样本 同时哈里斯也来到舱室 准备随时打开舱门 然而生前气刚准备接近 怪物就突然发起了攻击 虽然关键时刻秃头 及时操控生前气逃过一劫 但他们还是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导致一个舱室出现了漏水现象 汉克健壮赶紧赶去维修 却不料水量太大将他困在了里面 为了整艘身前气的安危 一门之隔的老皮并没有选择救人 而是眼睁睁地看着汉克被活活淹死 不过好在吉姆的潜水器 在此刻恢复了动力 在与怪物拉开距离后 他赶紧与秃头取得了联系 随后成功驾驶着潜水器安全返回 同时也把提取到的样本带了回来 在使出洞口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而那只怪物也并没有追上来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危机结束时 秃头却说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仓室积水导致生前气负在过大 原本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返回地面 而现在可能要多花两个小时 更糟糕的是 生命维持系统也显示 氧气供应刚好只够维持三个小时 看来因为洞内的时间过得太快 导致他们计划的二十个小时 根本就不够用 而且仓室里还有水在不断涌入 意味着生前气在水里待得越久 上浮的速度就会越慢 眼下他们只能选择听天由命 就在这时一阵异想突然传来 吉姆带回来的样本竟然动了起来 担心里面存在着某种未知的病毒 吉姆和哈里斯觉得 应该将样本进行密封隔离 可赶来的老皮却叫约瑟夫 赶紧将样本带去实验室 他要马上进行研究 毕竟他是老板两人也不好多说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跟着来到了实验室 他们也没想到 这坨与怪物完全分离的组织 竟然还能动 如果能解开其中的秘密 对于人类生物学来说 无疑是一种突破 突然蠕动的样本里 等回到基地以后再研究也不迟 见老皮依然执迷不悟 为了整个探险队的安全考虑 吉姆只好将老皮强行带走 随后哈里斯关上了实验室的门 而另一边的约瑟夫却打开电脑 悄悄和基地里的朱利秘密通话 原来两人知道怪物样本价值不菲 于是准备背着老皮 将它带回去卖个好价钱 殊不知两人的谈话 已经被老皮听得一清二楚 跟他们不一样的事 老皮对怪物的痴迷 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当他悄悄返回实验室 准备继续研究时 却发现样本已经发生 变异撑开了玻璃容器 看到这一幕的老皮 仿佛被迷失了心智 忍不住跟样本 来了一次附距离接触 没过多久 驾驶室里的秃头就遭到了袭击 听到动静的吉姆 两人赶紧过来查看 看到实验室的门已经被打开 哈里斯顿赶不妙 走过来一看 这才发现样本已经变得非常巨大 本想将门再次关上 却无意中触碰到了 密码锁上的不明年夜 他并没有多想 赶紧来到吉姆的身边 结果又看到老皮 从驾驶室里走出来 但他的样子却有些不对劲 一声吼叫过后 老皮果断顺着舱门 跳进了海水中 看样子接触到样本的 他已经发生了变异 两人本想救人 却被赶来的约瑟夫阻止 直到这时两人才终于明白 他们被公司骗了 其实公司早就知道遗迹里有什么 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为了提取怪物身上的样本 只是与变态的老皮不同 约瑟夫和朱莉的目的 单纯的只是为了钱 激动的约瑟夫警告 两人不要试图阻止 否则别怪他不客气 然而哈里斯却告诉他 实验室里的样本发生了变异 这种怪物的强大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 不仅肉体非常强悍 似乎还能对大脑进行精神攻击 不信邪的约瑟夫 执意过来查看 结果刚进入实验室 就感觉头昏脑胀 但他还是坚持用匕首 取下了一些组织 而吉姆两人来到驾驶室 发现秃头也变得不对劲 显然他已经被变异的老皮感染 扭曲的身体看起来十分诡异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秃头就直接扑向了一旁的吉姆 在抢走斧头的同时 还将他一把推了下去 拿到斧头的秃头 并没有攻击哈里斯 而是不停地打砸着控制台 似乎要将所有人留在深海 虽然赶来的约瑟夫 及时开枪阻止了他 但这艘身前气显然已经爆肥 很快就会承受不住压力发生内爆 而潜水器只能乘坐两个人 他们不可能全部离开 约瑟夫本想带着样本 独自驾驶着潜水器逃走 却不慎被哈里斯捡起地上的斧头 打掉了手中的武器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没有了武器的约瑟夫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还被哈里斯直接费了一条腿 这时陷入昏迷的吉姆也醒了过来 哈里斯赶紧放下潜水器 准备立刻带着吉姆一起离开 但在临走之前 吉姆想要将那些样本摧毁 毕竟这种东西如此恐怖 要是不小心出现在人类世界 必定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 然而两人却并不知道 此时的驾驶是正在发生可怕的事 一只触手突然从秃头的尸体里钻出 并且袭击了不能动弹的约瑟夫 就在吉姆将样本全部烧毁 回到哈里斯的身边准备一起逃走时 被触手寄生的约瑟夫突然扛着斧头出现 吉姆知道这样下去两人都不可能离开 于是果断按下按钮 将潜水器放入海水中 给哈里斯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完事后的吉姆刚捡起地上的武器准备反击 就被对方用斧头再次打飞 吉姆只好选择逃跑 一拨完美卡式也躲过约瑟夫的追击后 赶紧捡起地上的武器朝他疯狂射击 吉姆缓缓接近倒地的约瑟夫 却发现他身体里的触手并没有死 于是果断进行捕刀彻底杀死了这只怪物 一切总算结束了 然而他自己却只能坐在原地 静静地等盖着死亡的降临 此时哈里斯已经安全离开 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公司的人救了下来 也从朱莉的口中得知 身前气发生了内爆的消息 而吉姆也已经葬身大海 面对这个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骗子 哈里斯只剩下愤怒 可突然他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 腹部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 想到在实验室门口摸到的不明年夜 哈里斯这才明白自己也被寄生 接着一只怪物破体而出 血液见了朱莉一脸 没想到吉姆的牺牲 还是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